怎么反倒得了肾脏病 消息会接受民众委托送检的中药检验调查 结果发现来源包括了国术馆 中国大陆青草药店等 光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药 掺杂西药成分就有四件 实在可怕 残有的西药成分大部分都是属于所谓的阵痛质热 那么还有所谓的其他的这些 这个利尿剂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 检验的54件的中药品中 其中在检测重金属的样品 还有一个是补肾滋养类 强调治疗白斑 里头含铅量超过了100BPM 来源又是中国大陆 民众吃药不得不小心 在新光医院调查 新光医院500个洗症病人 问他在肾脏病的中间之前 跟得到肾脏病之后 他有没有吃过中药 9成5的病人都曾经使用过中药 那不代表说他的病一定是中药造成的 不过在我们的穿刺样本里面 接近三成的病人 他这个肾脏穿刺的标本 看起来像是所谓的 慢性的硬化型肩脂性肾炎 那这个在国际上 就会直接指称说 所谓草药性肾病变 原本以为吃药补肾 包括减肥中药 被验出有诺美亭 补肾滋养类 也被验出有维尔刚 民众提供的国术馆 和青草药店的中药 也都被减出有含咖啡因 止痛剂 消息会提醒民众 如果在吃止痛类的中药时 疼痛能快速消失 要小之快 就有可能加了西药 对身体的排斥过影响 等到向医生报道就来不及 中间新闻 杨士区杨爱定台北报道